全油管最快新闻,夏威夷毛伊岛爆发的大火已造成80人死亡,数万名游客从岛上撤离。 受火势蔓延和强风影响,夏威夷州毛伊岛遭受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。 受灾的地区,包括知名景点拉海纳几乎全部被毁。 多名中国游客亲身经历了火势蔓延和从海火中逃生的惨痛经历。 毛伊岛遭受的破坏程度严重,电、水、网和交通系统瘫痪,数千人需要临时住所。 同时,受影响的还有当地的旅游业,网红景点和知名早餐厅均受灾。 机票价格也因此下降了80%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